星期日又到如是我問, 次官你終於回來了 我上星期有些事情要做 那些人問我你去了哪裡, 我都不知道怎樣回答 不要回答 因為可能是隱私 可能有些聽眾聽得到, 但是夫人不能聽得到的 都聽得到, 全部都聽得到 今天我們是第三集, 如是我問 第一集我們講了各種宗教裡面看性這件事 主要我們講了救藥聖經 第二集我們講的伊斯蘭教 第三集我認為是最頭痕的 何德何能的我, 不是你們 是我去嘗試講最難講的佛教 三種宗教裡面佛教最複雜 經典最多 根本講不到 我們嘗試講 好, 嘗試講 那佛教是甚麼和不是甚麼呢 我覺得你要講是甚麼是難的 即what is it 你要 identify 它是甚麼是難的 反而你說它不是甚麼呢 是容易的 那我就用不是甚麼這個角度開始 它是不是有創造主 沒有的 沒有神論 它有沒有神 yes and no 也是沒有神的 有和沒有 有和沒有 因為它的神 那叫天人 是的, 它的神是天人的概念 我們稍後會講 這個跟西方不同 沒錯, 因為你要知道 我們現在神的概念 其實是受到西方的影響很深的 是的 我們基本上是建基於耶教的 是的 一神論 一神論裡面的神的印象 是的 鬼也是 是的 但這個一神教的神的印象 就不是佛教裡面的神的印象 又不是中國傳統裡面的天神的神 又不是 又不是 還有就是 我們說一般宗教 不論是耶教 或是伊斯蘭教 都會提及到 這個世界如何創造 是嗎 我都聽你說的 廣東、廣西 你們說幾個paradox 神會不會全能 祂會不會建了一塊自己都擔不起的石 什麼不動的石 很早已經有這個argument 是的 因為很有趣 還有一個針尖上面 有一個天使 是的 即是你答是和不是都會死的 都會死的 都會死的 佛教沒有說世界如何創造 之後他怎樣說呢 我們稍後會說到這件事 他繼續說不是 還有全能 全知 全能神是沒有這件事 是的 佛教沒有 那全知是否佛教 你覺得是否 質教不是全知 因為你的以後的未來 是看回你的業力如何影響 即是你今天做了業 以後就去報 所以你今天如果做了A 以後是拿B 今天做C 以後拿D 所以很明顯 A和C出現之前 你猜不到B和D 對不對 這個 又是和不是之間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看人 我們經常都說 對事不對人 其實這個永遠都是廢話 因為同一件事 哪個人做機有分別 有分別的 如果這個C 你不可能全知 所以佛學裏面 一直是很反對 你有一個全知觀點 過去現在未來 你都猜得到的 對不起是沒有這件事的 你可以知道過去是怎樣 你可以知道現在你決定做什麼 但你未來怎樣 是根據你的現在決定 這是因果 還有一個G 你看看怎樣來界定 G 在佛教裏面 那G 都是無明的G 對 無明 如果用無明來界定 那真的沒有 如果用無明來界定 十二、一名 十二、一名是無明的 我想跟大家聽眾 我們先檢查一下 現在是否昇華都OK 還有你們在Forum 是否見到我們 對呀 見到我 OK 即是安心 我們可以繼續做 繼續做節目 但是 當中又有少少 argument 就是說 如果我們 作為凡夫 什麼叫凡夫呢 就是 我們現在的階段 就是說 我們是迷糊的 就是 剛才次官說的無明 那無明就是什麼呢 就是你見不到 自己本身 原來 是怎樣的 即所謂 心原本的面貌 開始聽到 蒙蒙茶茶 這個是對的 因為這是一個 無明的狀態 但是 Supposedly 一般佛教 鬼佬的認知 最簡單的說法 就是說 哦 你沒有了 這個 裂盆 你沒有了 輪迴 就是裂盆 那些人 直譯英文 很有趣 就是 沒有了 Samsara 就是Nirvana 直譯音 就當解了 其實 其實是什麼呢 有很多 這些 字語 字眼 很technical 我們稍後慢慢解釋 好嗎 這個呢 就是因為 要遷就一下 我們的聽眾 你講了太過 專業的說法 可能大家聽到 聽到一塊 聽到一塊 一塊 真的無明 真的無明 他不明白 他不是無明 他不明白 完全明白 不過人呢 一到面對知識 最後 就真是無明 先不要麻眨 真是 真是無麻眨 到最後一路追問你 你就知道佛教說得很對 你越追下去 就越無明 是 還有你越追下去 你發覺其實 那個答案 原來一直都在 是啊 即是有一個北方說法 是燈下黑 其實他一直在 原來你一路向外追求 不論是星體 這個佛教的觀點 當然 你一路追求 世界怎樣創造 它會怎樣覆滅 還有世界末日 是怎樣的 將來是怎樣的 原來你一切 可以還原到 在自己裏面 看到所有人 所以 我聽你廣東廣西 有一集 這個跳少少說 就是西藏佛教的出家人 甚至在家人都可以 他沒有限制你 是不是一定出家 才會有這樣的修為 你收到就可以了 佛教就沒有這個 他沒有說 他沒有說 出家人的版本一定是正確的 也沒有說 教皇一定是正確的 沒有這件事 他也沒有教皇 他沒有教皇 沒錯 他裏面說的是 他沒有神 沒錯 也沒有簽子 佛這個字 其實最主要是指醒覺 英文叫阿威琴 你知道嗎 是的 那明明醒覺了 你就會發了 是的 這個就是剛才所說的 沒有了輪迴 為什麼會沒有了輪迴呢 因為你在那個輪迴裏面 你開脫了出來 你衝破了出來 你怎樣衝破出來呢 就是awaken了 沒錯 awaken就是佛 是的 你醒了 你就不再發夢了 是的 就是這麼簡單 因為其實輪迴在一個夢裏面 不斷地發 不斷地發 你不醒 你醒了那一刻 那個狀態呢 就是裂盆了 其實裂盆不是一個地方 很多人以為是一個地方 其實是一個狀態 又不生又不死 千萬不要用生死來講裂盆 你看到佛祖裂盆 怎麼以為他就 閉上眼睛了 閉上眼睛了 不是的 還未死的 因為他已經超過了生死 不要用生死來描寫他 這麼老親 是 但是你一般太難理解 所以我說 你講佛 怎麼會說 真是不自量力 講佛教 怎麼講呢 就很難講 因為他是很抽象 很多很abstract的 既不是全能 是不是全知呢 這個稍後我們可以再補充講 剛才那個topic 還有全能全知 就是智善 這個耶教的concept 佛教沒有所謂自善 這個觀念 禅師也有 是 還有 還有 他超越善惡 超越善惡 這個很重要 又沒有原罪這個觀念 還有一個非常之重要 和耶教很大的差別 是 耶教在中世紀的時候 就認為 一邊追女 有一個叫第一欣 第一欣 你如果追不到 一邊問你這件事 為什麼有這個原因 就一直追 追到最後 只能夠答一句問題 就是上帝創造 是 這件事就叫上帝 什麼叫公義 怎麼回答不到 不能回答到 回答到最後 他就說 上帝就是公義 但佛教都會問 一路公義是什麼 最後 磨傷告訴你 無名 你真是 你真是 當堂整個 鈍鈍鈍鈍 不知道怎麼回答 耶教天主 或者上帝 是全知全能 智大智公 是 代表了我們世界最完美的東西 是的 但對不起佛教也沒有 沒有的 但他這個神學說法 其實是參考希臘哲學的 柏拉圖 柏拉圖的理念 柏拉圖 柏拉圖 柏拉圖的理念 柏拉圖 變成有因有果 有原因 但推到最概念化的靈芝派 最後被打成邪教 殺了 英功 燒了 靈芝派 是最 Gnosticism 就是最講理性 最講希臘哲學 被人堆壞 而且他們 突然我們又跳台 例如耶穌的生日 在聖經裡面是沒有看到 是幾多月 沒有 但是你看回描述的情景 其實應該是秋天 當然 絕對不可能是十月二十五日 為什麼會用到十月二十五日 跟拜佛教有關 沒錯 有關係 很多東西是 將人家的太陽神 轉了 讓人家的太陽神 記得耶穌出世 太陽神的生日 你看回描述 絕對不可能是冬天 還有一件陰功 神父也解釋不了 我問過神父 解釋不了 聖經英文 那個叫Magic 即是巫師 Magic的字 一樣 他就 三大 中文譯作三王內朝 那個不是王 那個是Magic 那些最多叫做賢人 或者叫做魔術師 魔術師也可以 還有 如果他是魔術師 就重結 為什麼呢 舊藥 很反對觀星 愛道 對 觀星是一個邪惡 現在送東西給他那三個 是觀星的聲象家 三個都是寶物 而且這三個一定是南方 為甚麼呢 他們獻了黃藥 乳香和黃金 全國東非 或者亞丁港 那些都是出產 為甚麼 這三個黃 所謂黃 其實是甚麼字 為甚麼他會知道 這個地方 百利行出世 原來是觀星 哇 真可憐 觀到一位大衛星 這樣便結了 那一粒聖經叫做百利行星 百利行星 那便拿命 那這個觀星 你如何解釋 那些觀星是見的 我怎會知道 你爲什麼要知道 耶穌在那裏出生 那麼多嬰兒出生 但佛教也沒有這些 佛教也沒有這些 佛教也沒有觀星 沒有這些 現在你搞到寺廟裏 佛僧與觀星 其實是侵入了道教的東西 其實 它裏面是有 他帶不同的東西 譬如西藏佛教是有文書卜卦的 這也是論為什麼情況之下呢 譬如你那一集廣東廣西都有說 西藏人如果生病 他就去寺廟 為什麼呢? 大寺廟裏面是有藏衣 是最好的藏衣 因為一般的寺廟規模 西是幾十個僧侶 大的是幾千個僧侶 最近西藏在北大人的領導之下 就是驅趕五名佛學院 那一盒有十萬人 整個山頭打廢 很厲害 驅逐了裡面 過半的僧侶 就說要整肅 一個名字 兩字搞定 就將幾千的僧侶 變成無家可歸 我之前有一集《決戰》都說過 其實大家聽起來 可能不太明白他有多嚴重 是呀 因為我們一般人就是 你炒了我 我不是去第二間公司做 是很難做的 對不起 西藏不行的 對不起 真的不行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是訓練中菜 你在中餐裏面做 你以為你在香港被人炒 你一定找到工作 大哥 但你現在是在東非 東非只有一千來一間 中國餐廳 炒完就沒有了 炒完就沒有了 大陸也是一樣 因為被人蓋了不少 還有呢 五百五九年西藏事件之後 他蓋了西藏的十分之九個字院 然後現在的最近十多年又開了一些 但盛況不如以前 如果這五六千的僧人被趕走 真的沒有掛單 還要不止 譚博說得很對 沒有掛單 因為他們就是 你是跟哪個師父 那一套的傳承 那一個格式 第二個字廟不是這個格式 他接不到你 他有四大門派的 格魯派就是皇教 又是黃教 然後柄,絕距拐悠,這麼瑕指洋 是宣教 不,是寧馬 對就是宣教 割取教還是薩家派 黃教 先生無法了 結局行法 是拿若錄法的 但皇教到後面是中士道上士道 修行的程序都不同 大家聽到就開始混淆了 簡單來說就是四派有不同的祖師 他們的大佬不同 有些是中文學、有些是英文學、有些是普教宗、有些是粵教宗 有些是英教宗 等於現在跟你說的 大家都是中國人的概念 大家都是炎王子孫 我不是炎王子孫 他們用這個概念 我們是百月子孫 是無人子孫 大家的老祖都是溼家劉力佛 但中間一樣會劃到很遠 大家在講不同的語言、在做不同的事 有不同的傳承的習慣 我們今天要講的三性要講給大家聽嗎 要 要講的 但我們先講最基本的事情 因為有人問過 我在場的就是有一位很迷者人的 一位活佛 一位寧波車 叫做中沙堅尔寧波車 他是一位在 不算中世紀 三百年前左右 二三百年前左右 在西藏有一個很出名的 叫做利美運動 當時有一個大的成就者 他就說要推動四派共融 大家不要再分得這麼清楚 但其實是很難的 是不可能的 但他推動了 他的轉制轉了很多個 其中一個最出名的 就是現在我講的這個 迷死人一很英俊 以及非日之風最幽默 英文也好 也有部電影叫小活佛 我有看 我有看 就是他的顧問 是的 我知道 英文非常流利 世間各地巡迴 被演說 很多女孩子一看到就暈了 因為太好了 怎麼有人可以把佛街說得這麼好聽 還有他一憑一笑 就暈了 有人問過 中室堅持寧波社 在香港理工大學 他說 你如何去定義一個佛教徒 如何為之一個佛教徒 天主教徒很簡單 有沒有受勢 有沒有領堅陣 是的 還有十階信不信 是的 但是寧波社就說 其實不是看他沒有跪依 歸依我佛 待會再解釋什麼叫歸依我佛 你當是天主教領使 他說其實不是他的儀式 如果你又在冰河時期 你當是突然之間 一顆星炒了下來 全世界都死了 剩下你一個人 然後地球結冰 很冷 那你也很想相信 因為北都死了 你便開始有信仰了 那你覺得佛教對我 他裡面說的東西對我 但是沒有人幫我做那個剪透化 然後念念念那個歸依儀式 那我真的不是佛教徒呢 然後寧波社就說 其實不是 你只要agree 你同意這個所謂的四政官 那我們就可以說四政官 四政官是很容易說的 其實很容易明白的 那你就是佛教徒 你就是佛教徒 新教徒也是用這個方法 這個就是羅馬書講的 恩信德爾 那這個牧師也問過我 因為很不幸運的時候 有人找我去教堂講道 剛剛隔壁那個就是牧師 那牧師就問我 這個是不是教徒呢 我不是喔 我是信徒 為什麼你是信徒呢 我說羅馬書說 口中 心中相信 口中 就承認 那就是教徒 嗯 八個字搞定了 他也是這樣 你拋了他 他說 對了 那你就是教徒 我不是拋他 證明我是 不過呢 後面沒有說一句 我同時也是佛教徒 我同時也是回教徒 我同時也是汪門教徒 什麼都是 因為我各樣都喜歡研究 這個就等如譚博一樣 你說他是信徒教徒 是的 他一定是教徒 我一定是天主教徒 一定是天主教徒 不過其他事我都不排斥 不排斥 但反過來說 如果你不排斥 你就不是一神教的教徒 是啊 你已經不是 你已經沒有資格做的 你已經沒有資格做的 因為一神教十屆第一句就是 我信全能者天主聖父 再萬有之常 只有他 他又沒有說別人不對 他說 我是萬有之常 你其他教 就是我下低 所以慢慢 好像我們現在的 認識水覺醒者 就越來少去教堂 是啊 一年最多去 就是彌撒 其實都是社交活動 是啊 你不是看萬有之常 佛教有個好處就是 什麼都平等 這件事是其他宗教做不到的 有一神教更加做不到 你就只能夠一向男尊女卑 女人不是人 是啊 是啊 如果唐朝那時候 不是佛教聖行 武則天都未必做到女皇帝 對 沒錯 因為他一個很大的主張 就是這個男女是平等 這個概念是從佛教到來的 是啊 他不單是男女平等 是任何的總性 都平等 你是貴族也好 你是耕甜的 還是你是撿垃圾的 都一樣 這個又是 眾生平等 沒錯 這個又是 為什麼佛陀在他那麼麻煩的地方 出生地方 是四個總訊 沒錯 那四個總訊 不要說通婚 不要說沒有時報選舉 不要說其他事情 走去踩到影子也有罪 是 你說嚴格成怎樣呢 重要是如果有貴族 薩地利或婆羅門 經過那條街 是啊 那些人是不能走的 不是撞頭啊 撞頭啊 撞頭啊 所以這個是那時候的背景 所以我們曾經也有說過 就是任何一個宗教領袖 他必定是做一件事 他就是顛覆傳統 一定要顛覆 他一定要做這件事 所以他一定是反建制 是啊 他就是 而且不單是佛陀反建制 他反一個很嚴格的 婆羅門建制 婆羅門一定是分埃及的 不分埃及不是叫婆羅門 到今時今日仍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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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讀瑜伽就知道了 是 說話都不同 不同說法 是啊 吟唱都不同說法 在佛陀時期已經分分了 雅語就叫Sanscript 就是貴族 貴族說的 一般平民是說巴黎的 古巴黎文 古巴黎文 現在也有巴黎文 但不是那時的巴黎文 那時巴黎文是古巴黎文 一個叫做雅語 一個叫做俗語 連講的語言都不同 不同的 以前很流行 包括韓國 那時兩班貴族 他們是用漢語中文 但是呢 現在我們看到那些 火星文 拼音 拼音方塊字 其實是拼音字 拼音方塊字 其實很聰明 你看到那隻字 你就知道你的舌頭要怎麼擺 要怎麼發音 這很聰明 反而中文就是 你看完之後 你不懂就不懂 你可能猜到一點點東西 狗走邊可能就是動漫 三點水壁 一定是水有關係 你猜到一點 言語邊一直跟講語 很乖 你不會懂得讀的 你不會懂得讀的 尤其是見邊讀邊 很多字錯的 沒有邊讀下邊 沒有邊讀下邊 不讀最好 好了 講正經 講回言歸正傳 四政觀 四政觀 四政觀是什麼呢 你先說吧 我讓你先說吧 你先說吧 四政觀就是四樣東西 那四樣東西 你認識的話 你會覺得 對 你便是一個佛教徒 哪四樣東西 哪四樣東西 第一個最難說的 就是人生難得 人生難得 即是人這個身體這個驅惑 其實很難得到 為什麼它假設了 我們有六道輪迴的 沒錯 就是 首先是天人 然後是人 天人 阿修羅 對 阿修羅 然後那邊是鬼 惡鬼 還有畜生 就是人生難得 那六道裏 地獄 反正那六道裏 你要投胎到人 其實是很困難的 對 要做前世要做好事才行 沒錯 他就說 他就說 做到人的機會 有兩個比喻 兩個聽起來都會覺得 蛤?有無感 第一個 就說 日光日白 見到天上的星星 這麼少 嗯 機會就這麼少 那 阿仔不要吞 你咬好了 你不要吞 第二 就是 等於一隻盲的龜 在大海裏 在游游游 撞那條魚? 不是撞那條魚 撞那條魚容易 是有一條木棍 那條木棍有個洞 而那個洞 就跟龜的頭 我分開讀的 龜的頭 是一樣大小的 是嗎? 剛剛好 這樣 那隻龜是五百年 猛的 五百年才伸 頭上來一次 剛好 他的頭要穿得過 那個洞 那個洞 這個Odd 這個Probability 就等於你做到人的機會 超低的 嘩 這個真是益分之一 益分之一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幾多個益分之一 真的 基督教說 有這個比喻 就是 比駱駝穿過那個針孔更加 更加難 這個是譯錯的 我明白 這個是成門 本來是成門 那個陰 他陰菜 現在知道 現在大家知道 如果走過耶路撒冷 那些舊城門 你就知道 那些城門真的很難 都走下去 有人 又車 又路 又馬 又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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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三個人坐的位置 就是那些城門 所以 在那些地方 那些城門很困難 不像我們中國 我們中國的城門 一直都叫做人高九大 有尺寸的 今天不是說這個 原來 尤其是京城大省的城門 是跟天地的尺寸來做的 沒錯 就等於天壇 這麼多級尺寸 每級尺寸 怎麼窄 怎麼窄 全部有一個 術數 有屬數 繼續我們講這個 不要講那麼多 拆開 進去講 講術數 不是啊 大家喜歡聽你們講話 你們講什麼都可以 你們走到很遠 我就會拔回你們回來 第二個 他這裏未講完 哪裏這麼快 他說人生難得 那我現在都得到了 一街都是人 有什麼難 六十幾億 對 地球上最多就是人 還有這麼多自由行 那得到人生有什麼意義呢 佛教角度說意義大 第一 你要做到人 你要學到佛 為什麼做人等於學佛呢 因為他覺得輪迴是很痛苦的 待會他會解釋 為什麼輪迴這麼痛苦 輪迴本身 在山式梵文裡面 它就是痛苦的圈 痛苦的輪子 為什麼叫輪子 就是輪子 車輪的輪子 你不停在裡面輪子 即是那隻仓鼠 在輪子裡面 不停跑 跑來跑去 有六個輪子 都是在那個輪子裡面 食又在那裏 睡又在那裏 所以不停在那裏 現在佛經裡面的形容 其實我們是這樣的 我們這個所謂的快樂 例如剛才吃飯 很開心 拍拖很開心 其實這個快樂 是很短暫的 比起你 暗什麼什麼 和不開心的日子 快樂是相對短暫的 而且第二件事 就是這個快樂 其實它不是真的快樂 它是未來痛苦的因 對 假如我現在和譚博拍拖 拍得很開心 怎知道過了三個月 被譚博飛了 那是辛苦的 哎呀慘了 辛苦過你現在快樂的慢陪 對 沒錯 主持過來 你過來 不要走 不要走 如果我和譚博本身 沒有這個快樂的 甜蜜的拍拖的時間 那我怎會分手的時候 會這麼痛苦 對 沒錯 剛才說明這個幻想 這個 It's impossible 這是他的幻想 還要講話 okok 找話你講 比喻 比喻 第三 就是 我們想得到的東西 譬如我覺得 如果今時今日 你被我捕到金城舞 就好了 然後 你沒有理會我用什麼方法 我硬綁架它 我真的得到它 那樣 那個想像永遠是不能夠符合 即是 現實不能夠符合 這個預期 嗯 求不得 不是 不單止求不得 是我得到之後 他很快會急速衰壞 即是 好像譚博很喜歡某主播 不是我 ok 接著他追到那個女主播 紳士坑什麼話 三文王 三文王 第四天開始覺得 不內如是 對 我明白 你明白 我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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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白 你明白 你認了它 就是這樣 你以為你得到那個東西之後 你更開心了一輩子 例如說 我拿到法拉利 我有個法拉利 沒有可能 沒有 你拿到法拉利 你開心了幾天 認了幾天之後 就覺得 旁邊的林寶好些 有林寶 Sonda 又好些 多次更好 多次更好 是呀 Bugatti 又好些 你會這樣 永無止境 你永遠得不到滿足 是呀 這個就是 為什麼 輪迴痛苦的原因 還未說 求不得苦 婉親會苦 還未說 未死去到那裏 是呀 那還在說人生難得 還未說完 好痛苦 大家有沒有聽到呢 那就是 你很難得才能做到人 就先你又不在地獄出生 你又不在鱷鬼出生 你又不在陰宮的畜生出生 你又不是出生在沒有文明的地方 例如 你不要覺得今時今日的地球沒有文明的地方 你住了伊斯蘭國就死了 就是呀 不用呀 那些叫邪見的地方 你早十年八年 在我們偉大祖國出生 你當時的文化大革命 你都死了 你看活著就知道 嘩 真可憐 1949年國民黨離開之後 未曾好過 那裏反共電影 真是最噁心 所以現在 那些人說 向大陸道歉的比賽 那就是 大立人 不是呀 台灣 繼承了國民黨 要你們十三億人民 繼承共產黨 我們對你們不住 真的對不住 真的 真的說死對不起 辛苦你們了 所以你久不久下來 行使你的主權 買下東西 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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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要幫我們承受了這麼多年 辛苦了 對不起 這樣 這樣 那去回頭 就是 你不生於一個 是有邪見 即是像伊斯蘭國 我們上一集說的 你不要說伊斯蘭國這麼極端 你只是說伊斯蘭教 你也有時間去教 你也有時間去教 是呀 就說榮譽 殺人 他家人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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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侮辱了他的忠道 他家族的尊嚴 這樣也能殺他 好可怕 你知道在英國發生了幾次嗎 又是巴基斯坦印度裔 所以我喜歡這個國家叫巴基斯坦 我又沒有那麼其次 他家人開車去接 女兒放了行 跟朋友去摩 英國 逛街 逛商場 逛商場 他家人開車 在商場等女兒出來 開車撞他 再前後滾死他為止 當然 他覺得死在自己對手 好過讓他繼續獻勢 是 因為令到家族蒙羞 是 剛才說 兒子也沒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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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兒也沒有事 而且他沒有穿傳統服裝 他穿牛仔褲 高跟鞋 頭脂抹粉 是不能夠接受的 這一個就是 人生難得的其中一塊 令他還未完 就是說你不生於黑暗時代 什麼叫黑暗時代呢 現在頂多些叫末法時代 也有法 也有法 末法就是什麼呢 即是說 走到尾了 吃水尾了 吃水尾了 周邊所有事情都已經急速敗壞了 即是九吾答八 禮意念又無恥 沒有了 沒有了 四維不張 那些人就越仆街越發達 這樣你就覺得 這個真是末法時代 為什麼呢 做好人呢 是得不到人尊重 做好人還要受苦 是啊 做壞人反而得快樂 沒錯 那就沒法了 你越賤你就越有錢 這個最多都是沒法 為什麼呢 因為你今時今日還可以聽到佛經 佛解 但是如果所謂的黑暗時代 就是沒有 完全沒有 是有的 假設的 一剎那 和一柯真騎劫 是佛教的術語 一剎那 就是這樣 噓一聲 很快 快比你剛才打一手指 三十分之一秒 是很短 沒錯 但是一個柯真騎劫 是形容不了那麼長的 我稍微形容它的次一級單位 叫做一個劫 好嗎 不是說 有桃花劫 不是那個劫 是泛文叫Kappa Kappa 是一個時間單位 真的很厲害 和你倆做節目真的很開心 因為你倆什麼都會 你倆說什麼都會 不要說這些 不要說廢話 不要說這些 一個Kalpa 現在這個叫做炎劫 就是聚炎堂 順便買一個廣告 炎 炎就是光明的意思 佛說炎劫千佛經 有一部這樣的經 這個Kalpa裡面 會有一千個佛出生 所以叫做喆劫 光明的喆劫 你以為釋迦茅里佛 我聽過 阿阿彌陀佛 你經常說 有兩個佛 其實不止的 有很多佛 很多很多 千千萬萬 無數 行河沙嫂 行河沙嫂 沒錯 Supposedly 就說 已經成了佛的眾生 原來多於未成佛的眾生 是啊 原來我們不知道有做什麼 原來有很多人 已經登了一比案 是啊 我們就在這邊 他就已經過了大海了 已經 都說那些人 過了大海又回來的 哈哈 那些是屠殺 是的 沒錯 下面還有叫做 這個什麼羅 羅漢 羅漢 柯羅漢 柯羅漢 是的 那 剛才說 糟了 我突然斷攬 說多一劫 劫 劫 對 釋迦茅里佛 是第四個佛 之前有三個佛 大家已經聽不到 因為時間太久了 有他的名字 但是他所說過的說話 就沒有再流傳 流通不了太久了 那第五個佛會是誰呢 魅勒佛 魅勒佛 現在還叫做魅勒菩薩 他現在住在哪裏呢 他住在上面 天堂 某個天裏面 兜率來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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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三重天 這樣 他就在一個叫兜率來遠的地方 就在講經 等時間到 他就下來 未時間到 就接引我們過去 那你想辦法 你有辦法 就自己去 阿彌陀經都很清楚 真的太多話說了 我們做節目之後 做廿年都說不完 逐一本佛經都說一年 都說不完 真的說不完 窮其一生都說不完 那我就想講的時間 其實就是 由第四個佛 到第五個佛 即是由釋迦牟尼佛 去到微勒佛 說末了之後 即現在是二千五百多年 再過多一千四百多年 即二千年 前後四千年 由釋迦牟尼佛出世 到所有的佛法滅盡 是四千年 以四千年完 到微勒佛再出世 這段時間是黑暗了 這段時間有多久呢 是五十六億七千萬年 是 這一個period 只不過是一個劫裡面 第四到第五個 中間的空窗期 你想想一個劫有多長 哦 數不到 這個數不到 這個數不到 這個就是第二大單位 還有一個更大的 叫柯曾騎劫 哇 幾金 是啊 那整個宇宙 現在我們現行與舊 138億個年 是啊 即死了幾次 即是三劫 到現在最多 是啊 未搞定 未夠三劫 未 兩劫幾 一劫就五十六億左右 一劫裡面 第三到第四 還未 還有九百九十九個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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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麼長的時間單位 但是有一點很有趣的 原來呢 時間是相對的 是啊 在佛的宇宙裏面 只不過呢 微不足道 沒錯 在那裡 都可能行何粒沙更小 嗯 那你怎樣 你怎樣可以想像到呢 他那個時間呢 嗯 他的最大單位 阿珍奇劫都算出來的 都算出來 不過最遠比我現在宇宙的年齡 更加 他多了不知多少幅 是啊 更加呢 我們 其實很簡單說一句 我們幾秒少 是啊 如果從這個看法 即是被一個飛鳥在窗口面 啪飛過 還要短 是啊 是啊 時間之所以相對呢 除了就是說 剛才說的 不同的生物種 不同的物種 的時間 例如貓貓 很可憐 不要聽 是十幾年而已 是啊 大狗 可能是十年八年 小狗就長一點 我們狗也是十七年 小狗就長一點 大狗就短一點 可能有些昆蟲 一日生命而已 浮游了 浮游了 早上起床 早上起床 交配 晚上就死了 現在黃昏就拜拜 是啊 每個眾生 我們叫 即是不同的生命體 物種 他的生命 他的時間都不同 例如對天人來說 在上面那晚派對的大帝 他的時間是很長的 不過問題長到最後都會衰 都會衰 叫天人五衰 五衰 五個衰 這個我們稍後會講 但是他們三十三重天 每一重的時間有不同 是啊 越高的那些 那些時間就越長 越長 越低的那些 即是越接近我們那些 就越短的 但他們的短 他們的一日 就等於人間千年 這樣 還有另外一個也是這樣的 鬼也是這樣的 所以為什麼中世紀的鬼 現在還在古堡裡走來走去呢 其實他不覺得這麼久 他只會覺得 人生不一樣 但是對他來說 他不知道原來 是幾百年已經過了 你走吧 不 因為我們人仍在執著著 我們現在運用的時間 其實我們的時間 只不過是整體時間裡面的一部分 而是一個很小的部分 這個世界 我說這個世界 不是現在這個世界 整個宇宙的世界 我們叫做大千世界 大千世界 三千世界 三千世界 相對來說 渺小到自己都說不出 找不到 三千世界不止三千個 不是 是千乘千 記住 可金 剛才譚博提到一件事 就是一個阿彌陀經 你讀過正統五經 阿彌陀經 阿彌陀經 修行之人 其實《彌陀法門》很簡單 時事念著阿彌陀佛 於是一心就希望 阿彌陀佛接引我去西天 淨土 這件事 所以《彌陀法門》是最流行的 最簡單的 你不識字就行 所以 所以阿彌陀經 其實也不太複雜 只是講阿彌陀佛 怎麼出 講到什麼 最後有個彌陀法門 就是要視視 開口唸 可以在心裏唸 唸著阿彌陀佛 這個詞 到你死的時候 就會接你去西天 這樣 這個有段故事可以講的 首先為什麼呢 這麼多佛裏面 又講八十八佛慘 如果有人信佛教那套說法的話 譬如有人有大病 患癌症 癌症 癌症等等 慢症病患 佛教的觀點就覺得 他是因為過去 不是這一生的 未必是這一生 可能是過去過去生 未必一定是前一生 可能是前十生 二十生 一把生都可以 總之就是有傷害過其他生命 傷害就是殺了牠 踢牠打牠 傷害其他生命 那你的果報呢 就是會短受和多病 那你有個起因 你知道原因是什麼 那你就在源頭上搞 就是源頭減牌 因為你不需要果 那你就在那裏削 那就不要殺生 所以我剛才說 所以為什麼呢 說說食債 因為食債就是源頭減肥 減牌 第二就是放生 因為你放了 給牠一個重生的機會 當然放生有很多爭議 現在不討論 現在有很多放死 有機會才討論 找一口水龜放入海 找一口海龜放入海 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這個不說了 那不討論這件事 那但是呢 就是這件事 就是去作一個對峙 就是說 我本身是因為殺生多 那我有這個病 那我現在就去放生 去對峙這件事 這樣 好了 那這就是牠的對峙法門 叫做 那為什麼我扯到那麼遠呢 我又忘了我怎麼扯到那麼遠 你第三關都還沒說 不是啊 我知道 四關行才說 一關 不是啊 講阿彌陀經就行了 阿彌陀經 那為什麼這個 這麼八十八佛慘 我說的 我知道為什麼 一八十八佛慘 就是那些人覺得說 我以前做了很多壞事 所以現在有很多壞事發生了 嗯 因果嘛 有很重要的概念是因果嘛 那所以呢 我就在一個源頭處理 就是我下游的水 是黑色的 因為我上游污染嘛 現在整個上游 整個均堤 就是啊 我沒有來在下游建濾水廠的 那我當然是去上游搞的 那所以他就去源頭處理 那所以他就會拜慘 就是慘悔自己的業障 就是濾水廠的概念 這樣 那 講這件事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 那些人八十八佛 裡面的慘者有八十八佛的名字 甚至我現在假上面有一個 是諸佛菩薩名號集 唸到你頭暈呢 都未唸完 很多名字 很多的佛的名字都未聽過 那為什麼阿彌陀佛這麼出名呢 為什麼是開口埋口都阿彌陀佛呢 這樣 有段故事的 你怎麼說 段故事呢 任何一部佛經 所有釋迦牟利佛 這一世人講了四十年 天天講 他每一部經 都是有人問的 一天就是觀世音 菩薩就是問 一天就是柯爛尊者就是問 或者是衰菩提 誰都很喜歡有人問的 佛堂是回答的 唯一一個例子 一個例外 就是 突然之間佛堂有一天抽了一條根 他就說 啊 你知不知道呢 由這裏向西面數 十萬億個佛的國土 有一個地方叫做極樂世界 那裏有個佛叫做阿彌陀佛 他現證說法 這一句是重點 是 很多人忽略這件事 很多人以為 現證說法 是佛堂 講這句說話的時候的現證 就是 是關於那個時刻 他那一刻和他同步 都在講法 其實不是 佛堂講這句說話 是apply to 今時今日 我們聽到的 時教性都在 即今時今日 我們聽到這部阿彌陀經 阿彌陀佛 現在這個時候 阿彌陀佛 都在講 都在講 沒有人問的情況之下 譬如 觀世音菩薩 他做了什麼偉大的事 有人問 有人問 地創菩薩 又有人問 然後 《金剛經》 《玄閣經》 都有人問 但除了《阿彌陀經》之外 佛堂說 那裏很好 很漂亮 那裏怎麼漂亮 又沒有痛苦 人人都很開心 你要什麼 它會立即出現 你沒有煩惱 沒有疾病 沒有痛苦 等等 你們去那裏 那些人就很奇怪 其實每個佛 都有自己的正徒 等於每個皇帝 都有自己的領徒 都是自己的領徒 為什麼你不講 第二個佛 你要講他 講他 是因為 他那個最易去 他那個入門檻最低 沒錯 他說什麼 你只要一心不亂 清其名號 就來到了 就去到了 乃至一星 二星 三星 四星 都可以 都可以 即是說 你現在如果你可以 念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你念念念 一星兩星三星 你只要念到沒有念頭 一心不亂 意思是沒有雜念 這樣就去到了 你就去到了 因為為什麼要去呢 因為輪迴太痛苦 輪迴這個痛苦的輪子 你在裡面不停地 好像一個倉鼠一樣 走來走去 走不出來 你幾聰明都沒有用 被你做到這個沙特阿拉伯的遊王 你死了 都是這樣輪法 都是這樣輪法 你買不到那個所謂的保險 你一定能走到 但是阿彌陀佛這個淨土 是最好的保險 為什麼呢 你去不到你就要阿賀 你去不到 你唯有靠自己 Enlighten 即你剛才所說的 Awaken 這個很難 很難醒覺 所以保險線就是 你找一個 門檻低一點 最容易去到的 你先去到 就是這樣 就是阿彌陀佛 所以這麼受歡迎 你那時候讀 這個正統五經 是讀什麼呢 你不再讀五經 讀完之後 最重要是看看 它有什麼法門 可以讓你收身 起碼就是我們 先說五性觀念 你不做五大惡事 就要轉世為人 不做十大的壞事 就可以轉世為天 但是我們喜歡什麼 就是聲文性 原覺性 和菩薩性 那這些正統五經 其實對後面的三性 就是超脫生死 聽說是比較有效 所以大家看它 就是這樣的 什麼叫聲文性 什麼叫懸覺性 什麼叫菩薩性 就是留在你來說 不要啊 你開幾條大悲閣 我覺得性 其實只是一種 要達到某個境界的方式 性就是運載 我們乘車的成字 但是讀個獨性 你剛才有沒有說過 有人說三性 就是剛才所說的菩薩性 獨覺 原覺性和聲文性 有人叫異性 加上人性天性 都達成五性 這些性其實都是一些方法來的 就是教你如何通過某一種行為 職業 就不要做惡業 就職業 就進入某個境界 先講明的五個境界 都是不同因 就不同果的 先講明 他們的帳戶很分明 很分明 千萬不要想著 我做了很多壞事 我做了很多好事 抵消 沒有 沒有對沖 即是美元就美元 日元就日元 然後歐元就歐元 英鎊就英鎊 這個很公道 做了壞事 一定有果報 先講明 做了好事 也有好果報 但問題呢 他們好像沒有對沖 沒有對沖 即是做了A就一定有B 做了C就一定有D 他的對沖是怎樣對沖 不是善惡的對沖 是懺悔去對沖 沒錯 你的懺悔 他都講得很清楚 不是含糊的 也不是只要信不要問的 他講明 你四個條件 去符合那個懺悔 第一就是 你真的知道自己懶惰了 覺得很懶 真心想懺悔 第二呢 你就找一個 可以懺悔的對象 我沒有理由找一塊木板去懺悔 我當然找一個 有料過我的來懺悔 沒錯 第三就是 我就真誠地說出來 發露懺悔 就是說出來 我不是心裏面 我覺得自己壞 你連說出來的勇氣都沒有 你參了一下 那你就說出來 你要走出來這一步 第四就是 永不復做 即是改過 我改過 我不再做了 你有這四力 四力懺悔才有用的 這個就是現代法律 都是這樣 是不是 問法律專家 現在說都是這樣 首先 你認罪 你覺得自己錯 第二 你要認罪 你真的覺得自己錯 之後 要用口 供了詞 之後 官員問你 認罪嗎 你認罪嗎 你要認罪 要出聲 你不只是寫 第三 官員看來 有沒有懺悔 會不會有改過的 機會 和跡象 很多人跟你求情都沒有用 你真正正正在你做錯之後 你表現到你想改過 之後不再犯 這個行為 或者語言 這樣 那個人相信你 你才能完成這四個步驟 所以現在法律都是這樣 你知道嗎 他就是這樣 例如剛才說過 人性不夠五年惡事 天性不夠十件壞事 但是 聲文性指什麼 就是了解了四聖帝的教理 四聖帝是苦雜滅道 於是相應了 便到了聲文性 然後十二元 因緣 十二元起 你相信教理醒覺了 的原覺性 你才去到那個境界 當然最難是菩薩性 要去到菩薩就最難 真的 你要六道輪迴 相應 教理 包括前面四聖帝 八正道 十二恩明 要全部了解 還要發怨 去救了普世眾生 這樣才是可能去到菩薩境界 但去到菩薩 都未是佛 我明白 菩薩有時間 未到佛 首先我覆覆一個聽眾 一個我認識的 Argotraka Rix Medpa 其實我認識她本人 她說五明修生 並不限於寧馬 各舉 即是家主 還有這個薩家 都有人去讀 我知道 任何人都可以去讀 問題是被她趕出來的僧侶 其他寺廟不收 而現在的難度是這裡 現在不是那些人去不去讀 是她被人兜出來的去哪 因為現在大陸的藏傳寺院 全部是有大陸的民政事務 民政部宗教事務局 派一些特務在那裡盯著 不能夠多收人 是啊 少收就行 多收就不行 為什麼多不可以 所以 有國反能力 是啊 所以她趕了五六千人出來 現在真的不知道去哪裏 因為每個廟都要批准 才能開得到 然後每個廟有個名額限制 定時進去找個名策去對名 你知道嗎 還要學習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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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學習江澤民 科學法典官 三個 三個代表論 胡錦濤科學法典官 現在還加上 什麼什麼什麼 中國夢 那些廟都管得很嬌嚴 你不能夠用香港的寺廟 你不想有個藏傳佛教廟 是不是 五世紀其實滅過一次佛 那次滅佛 那次滅佛 十二世紀再開 那十二世紀到現在呢 現在二十五世紀 有個很精彩的 我想告訴你 朗達馬 西藏傳說 就是毛澤東的前一生 是呀 講的 但是 我當然不能開名 但是有個故事 大家講一些juicy的東西 這麼正經的 我連官死和無常都未講到 我講佛教 我們講七七四十九年 割州不是講官生 是講官死的 是怎樣面對死亡的 你官生有春好觀嗎 真的 佛教是唯一一個 一開波就跟你講痛苦 所以很難招生 為什麼 大家都不想要痛苦 你一來就跟我說苦 我聽到已經苦了 我本身都很苦了 你還跟我說苦 四聖帝第一就是虎帝 一同就跟我說苦 是苦責滅道 一開波就跟你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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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虎 生到病死 十隻 八虎 還有冤真梅 還有冤真梅 就是人生就有八虎 一講就講八虎 一開波就跟你講苦 其他宗教很爽的 就跟你講 七十二個廚女等你 給他一個希望 每個都多美麗 多美麗 他有一個 侍奉耶穌聖天堂 那是對的 從來聖經沒有講過 因為聖天堂還未來 要耶穌第二次審訊 對 你才會切的 你不要亂信 起碼有個報仇 那就是希望 信望愛 信望 現在佛教的望 也有望 不過他不是敢望 還要他告訴你 沒有人可以救到你的 自己救自己 在這個倉鼠裏面 沒有人 即是阿觀音 不能打開那輪子 阿仔阿媽咪來救你 沒有的 沒有 要自己調出來 但是這件事 為什麼我拜佛教 我自己是佛教徒 我認了他 我先離身了 就是因為我覺得真實 你說佛教裡面 那些痛苦 阿姐真的感覺到 阿姐真的有萬萬種求不得 五陰痴 五陰痴 似乘 是 五陰痴 那就是五陰痴 是否想詮略 那五陰痴 那是五陰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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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這個死,我們本來不是說死,你想說什麼 四政官還沒說完,四政官還沒說完 你不要想著有希望,觀音來不了救你,你不自己救自己 佛教其實是很慘的,他很慘得來,其實他很積極 有一個觀音法門叫聽心法門,信觀音也能救到 你聽著,不是信就可以,你信了要去使用他的方法去做 就舉例 cả done,こういう事實際 ins Softph coaches controversial 婿的進行有兒明就說了 其實我守護的是ilities 我 ShowingVErale Scesse practice 是斷除痛苦的方法 但你不要相信我,你要實驗,你要實踐 就像黨裏面的一個教訓 你請問不只是搞佛行 你要學訓 還要禮訓 你要實踐 你要試過活不活 活不活你才好去相信 不活的話你就不要相信 是這樣說的 當然實踐就發覺是活的 例如什麼呢 例如他說 Do you have a problem? 你回答Yes 舉例 跟著 Can you solve it? No Then don't worry about it 跟著你就說 我又問你了 Do you have a problem? Yes Can you solve a problem? Yes Then don't worry about it 無論如何畫到鬼角到最後 都是 Then don't worry about it 因為其實很多人的焦慮 不安 擔心 是建基於虛假 假設 建基於假設之上 你發覺你的心 永遠都沒有一件事 叫做活在當下 就是這個moment 如果你這個moment 什麼叫活在當下呢 就是打坐 禪定 一路強調那樣東西 就是你一路觀 你一路向來觀 為什麼要向來觀呢? 因為你的眼耳鼻舌身意 即是Sick Senses 不停地把你的心 向外扯 你看不到裡面其實是怎樣的 你嘗試全部閉嘴 你不要說你變了植物人 不是 是你坐在這裡靜坐的時候 你發覺你一路把注意力向裡面收 你的眼耳鼻舌 除了會呼吸之外 其他全部閉嘴 你會看到裡面 空空如也四個字 你觀到一個程度 你發覺 咦?我呢? 我去哪裡? 為什麼連我都沒有了? 我爸爸就試過 我爸爸就試過 我爸爸幾十年前 他第一次去泰國 這些是恩怨 佛教一定是說恩怨的 我爸爸很喜歡去泰國 他第一次做事很大的壓力 他就去寺廟坐下 聽真人念經 就在那裏爆鬥 然後他就坐在那裏 就學他們 抄他們 這樣盆台 然後他就開始 學他們的深呼吸 然後我爸爸就說 去到一個位置 他見到 很光 白癩了 什麼都沒有 你想想白癩了 像瘋人園裡的白癩了 那些房子 我爸爸說沒有 Nothing 我爸爸說英文 在同學 然後 然後 他就說 他怕 因為他發現 他找不到自己 那本來是怎麼找不到的 原來我呢 我 他沒有 他 他 在佛教裡面說 是一個假象 是沒有的 無我相無人相 無獸者相 無眾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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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就是什麼都是無的 眾生就是我們看到的物質 人這些 受者就是時間 其實佛教講的最爆的那件事 就是你既是導演 你亦是編劇 沒錯 又是演員 什麼都是你 什麼都是你 所以 為什麼呢 就說 什麼東西都是自作自受 就是這樣 整個劇本 拍攝過程 這套戲的內容 全部都是你自己的 其實 你什麼時候才會知道 原來自己玩自己呢 就是當你官到無我那一刻 你會覺得 對不起 說句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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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沒有符了 你去到那個位置 沒有符了 那你那時候已經做完了 對 你就已經拆完一次又一次 去到那一刻 就說粗口粗口 不過你老爸當年其實都沒有誠信 是真誤的 因為他還看到八光 是 沒錯 應該什麼都沒有 應該什麼都沒有 但是有一個說法 叫做光明至聖 是有這個光的特質 但是你還可以 坦白話說 你還可以超脫 還可以再深一點 是的 我想我們今集 還夠不夠時間 說完死和無常呢 說完死 說不完 一定說不完 那你也說第二個 說第二個 哦 OK 無常 你怎麼理解 次官 沒有一定的方向 沒有一定的結果 沒有一定的邏輯 沒有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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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就是這樣 既不是完全的否定 但又不是完全的肯定 只能用一個負面的非非 非 這些形容 雙方 非非之想 兩個非非就是這樣 對 剛才你問我的問題 非常好 這就是佛學 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邏輯都沒有了 是的 邏輯是人間的東西 不是真的世界上的東西 是人間的東西 你現在要做一些工具 來誇死自己 在佛學來說 你自己誇死自己 你要邏輯 你認為思考有一個 例如有邏輯 就是A大於B B大於C A大於C 對不起佛法 沒有講這些東西 你不需要用這個來解釋佛法 又不要用這個來解釋 你見到的東西 看到的東西 是 當然 在世間上一定有邏輯 不要邏輯 這個世界有很多東西 發不出 有所謂世間法 出世間法 有世間法 你是要利用這個 在世間 才可以有渣娜 但是 我們依邏輯 有很多人不依邏輯 不依邏輯也是邏輯 我們就被人破 你發覺你溝通不通 不依邏輯也是邏輯 你不明白無常就明白 你不明白無常就是不明白 因為很多佛學的道理 最恐怖之處在哪裏呢 它不是佛學 要你學佛 還要禮佛 還要修行 是以心印心的 你這個心 感覺不到那個境界 你就永遠不明白 對不明白 但是你要到那個境界 又不是通過世間法 所以邏輯就推過去 不是邏輯推過去 或者你的思考 理想法 要通過你的修行去達到 對 這樣才佛法最拿命 你並不是信就可以 你要行 要行 其實任何宗教都有這個特性 你用理想法是去不了的 所以在耶教 陳一國很清楚地告訴那些教徒 他自己也是教徒 他說 如果你要去到上帝的真理 你一定要跳躍 一定要跳躍 如果你不是一個跳躍 而是一個跳躍 你去不了 這個跳躍是佛教 所以說 你一定要先脫離自己 如果你依據世間法 你就會有理想法 有了你的想像的方式和工具 還有你的我 這才是最大的 那你沒有這個我 你就不可能有後面所謂的世間法 所謂的邏輯 思維 計算 這些東西 但是你要怎樣 通過修行達到無我境界 對不起 這件事不能夠用邏輯來解釋 因為已經超越了邏輯 其實佛陀當初 他是有邏輯的 但是 我們要去用這件事 就未必全部用邏輯解釋 阿華佛陀的邏輯是怎樣來的呢 就是 他出生的時候 有一個星上家 一個大智者 他爸爸國王 他選擇最厲害的那個人 來看兒子 看兒子 然後 他很會做 算命那些 就說 皇上 你的兒子將來會統譽萬民 天下太平 天下歸身 會發中國幕 我不是開玩笑 就好 出家成佛之想 不是 還沒說這句 如果他繼承了皇帝 就這樣這樣 多摩的好 很開心一個皇帝 然後他再說了後面那句 但如果他出家的話 更加 他會成為萬世之師 更加厲害 更加厲害 會是一個轉輪聖皇的師父 對 那幾個老爸聽到之後嚇死 然後呢 就撿他辣了老婆 臉都清了 還沒說老婆那部分 但他們是嬰兒娶什麼老婆 十七歲間都屈他 還沒十七歲之前 將整個皇宮裏面 只有放在年輕人和老婆 是沒有老人家的 沒有病的 病的 那些馬上不讓他見 是 即是你們頭痛他不知道 是吧 但如果你是有些什麼 譬如 糖尿 癌症 大鑼病 心臟病 不准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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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在這個皇子 混在皇城裏面 是的 在釋達多皇子 即是釋迦牟利佛 他眼裡見到所有的最美好的東西 直到有一天他出了他的皇宮 偷出去 又不是偷的 有人不陪的 第一天出東門 第二天出南門 第三天出西門 第一天出東門見到什麼 一下 見到白馬 不是 見到老爺 又沒有牙 然後又懵悝 六次會 filled蚀 是 見到病青 之後看見老爺 有陳噴 然後他出南門就見到 病人 又小屈 又 adversity 又痠 又膚腿 又軟 社會 不能起舉 這個叫病,但還不夠大件事 出西門,看到那些死屍,大家舉出那些喊 很多親戚朋友圍著,又哭,又咬心口,又哭,又咬頭髮 做得很糊塗,慘了 第一次見,老病死,第一次見 強調第一次見 之前一直見不到,老爸不給,老弟大了,因為是皇帝 最後一次出北門,見到一個出家人 出家人見到一個很激,偏袒右肩,執掌勤勃 威夷縮整,報幸垂場 一褲子很聰明 於是便問,你是甚麼 我是個比丘,就是出家人 所以出家人最早,比丘不一定是真人 只要出家人都叫比丘 你相信我便跟我 是這樣的 所以後來,過了幾個月,見到沒有人急著 趁機散水,跳出皇席 然後發了個大願 如果我不斷生老病死,憂悲苦怒 沒有得到阿欲多羅三秒三菩提 這個中文應該怎樣譯 佛果 我便不會回來這個聖 所以佛陀的一生就從這個開始 他醒覺了,原來人要超脫生老病死 於是便出家便修行 他見到太痛苦了 其實我們剛才有提到,這個輪迴裏面的快樂 是相對少 亦都是未來痛苦的因 這個要補充一點 請講 因為當年未有佛教 他們所講的是婆羅門教 婆羅門教的教義 因為太長,不想講那麼多 有四本書 四廢陀書 四廢陀書 不講那個 但是要講的是 當年的輪迴只有三度 天人畜生 一大問題 這個是上面有一個叫做 英格 最大那個 也不是最大 他是三個之下的 到了印度教他就是之下 印度教之前 在巴馬 都不夠英格最大 那個人 英格是低色 後來中國入了佛教之後 他變了欲皇大帝 後來又變成Yama 很多身份的人 不要說 不要說 很亂 但是 在那時候 這個是用神的指揮 他的觀念 來決定你如何輪迴 但是佛陀有一個很大的智慧 認為這東西是不成立的 自動波 就是你的業 你決定你的 怎樣轉 怎樣轉 還多了三個轉 還多了三個轉 給你選擇 所以這些 不是選擇的 你不能選擇 你自己做出來 沒有關係的 不是你選擇 因為你自己做出來 你自己選擇 不過不管怎樣 好 佛教說的就是 你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你千萬不要想著 全能的上帝 有的 沒有人跟他拿主意 他要這件事發生 沒有的 和佛教不跟你說天意 因為天是不能代你決定的 全部都是你自作自受 所以為何剛才已經說到 就是你的人生 其實是你自己自刑自導自演 你做了導演 編劇演員 還要自費 還要自費 很痛苦 所以自己消費 所以這個是最大的一個 在婆羅門教 當年是他那時候的宗教 把他拆了 反叛出來 所以很多人不明白 就以為佛教怎麼來的 不只是這樣 剛才他說的故事 已經包含了這些 他一個反叛了婆羅門教的天庭 還未算反叛 他跳出城之後 其實在東間沉著覺醒的過程 他跟過很多婆羅門的苦行針 修行 又去雪山 又去河邊 又去森林 全部只剩下鵬骨 修了一隻鵬 我想只剩下二三十磅 也不知是否有 他是試過全人都剩下鵬骨 他都站不上身 我讀他的佛所行傳 他是說他抵雪山之輪 雪山山橋 斬髮染衣 即是剃頭的 然後又入山坊 然後又到杏河坊 訪明師 最後在密林中 苦修的 在尼連河門苦心 正心守戒了六年 他不是說 我剃了頭髮 我就成佛了 不會 很簡單 在裡面捱餓 反正諸如此類 受了苦行 六年 結果有一天 突然醒悟了 在菩提書下 指念苦行非道 我當受食 以後成佛 原來苦行這件事 脫不脫離生老病死 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教神野了 吃完東西才算 這個是真的 這個部分是很真的 還有一件事 他沒有說 就是他被適有過 沒錯 中間是剃了很多 所以你補充 一定要說到 適有 魔王、尤雙 三個女兒 三個女兒 都是孝都沒有 還要好心 好索 好索 所以九尾狐都比不上 又漂亮 浴身、浴霞精、九尾狐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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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真是很難頂 他是人 所以他很難頂 但是他頂到 他頂到 才可以進一步 去到他另外一個修練 人生很難頂 他的過程是 坐蒲堤樹下 思維48日 於2月8日 清神明星出時 才霍然大悟成罪政局 我補充一點 當時有些很汁的細節 三個女生 用上混色解索 混色解索 對 想搞佛陀 因為這個時候 他只要出訂 他就破了 他入了禪定 但其實 我現在講兩個故事 第一 這是方便說法 什麼叫方便說法 大家都明白 讓你們這些男人明白 讓你們警覺 女人都明白 其實真正正 最終極的版本 是一台戲 正如猶大背叛耶穌 其實是夾定的 可能猶大沒有罪 沒有猶大出賣耶穌 怎麼被人捉 怎麼死 你怎麼成就救世 所以就有一個講法 猶大福音 其實猶大是按耶穌的旨意 去出賣他 魔王猶穴這三個女兒 她懂得有耶穌 不是耶穌 懂得有佛堂 令到佛堂會破法 成不了佛 其實這也是一台戲 為什麼是一台戲 就是 如果她去到十地菩薩 臨成佛 其實對這些已經完全沒有了 簡單來說 你想想 你已經去到無我的境界 你怎麼會有眾生上呢 你明白嗎 所以其實那三個女孩 這個眾生上 已經不再影響到她 其實初地菩薩已經不受影響了 你見到但你不受影響 因為你去到八地菩薩 時間已經超越了 你已經超越了時間和空間 你去到六地 地是指什麼 階級 階級 階級或者境界 不是我們一般所說的地 不是Lan 不是Lan 即是你去到四年班 三年班 去到六年班的菩薩 就已經沒有了美覺的執著 他們不會像我那樣 嘴刁又想吃衣 吃一樣 吃那樣 已經沒有了 因為她連這一種分別心 的執著都沒有了 去到八地就沒有了時間 空間那種執著 所有的都可以超越了 所以為什麼呢 又說達摩可以一位度過 西藏的成就者 又可以一個手印黏在岩石上面 咦 你剛才不在那裡 突然又去第二道 為什麼呢 釋迦牟尼佛 會以三個不同的身份 同時在不同地方說法呢 他有講佛經給小成聽 是不是 接著也有一些大乘的佛法 他用另一個身份講 接著他又可能化了 做大威德金剛 或者密集金剛 或者聖洛金剛 密宗雅的身份 又在另一個地方說法 全部都是他來的 但他有這個能力 為什麼他有這個能力呢 他已經是耶教裡面說的全知 其實你是可以全知的 如果你破除所有的執著 你執著簡單來說 就是一個restriction 一個限制 當你沒有了一個限制 你就走多了 你自由度就高了 當你破除所有執著的時候 你就時間、空間、語言、概念 沒有什麼限制到你 即是瞬間空間自動 沒錯 他隨著他的思念 他上去哪裏 周去哪裏 其實鬼都是這樣 我們死了都是這樣 我們死了在中陰身 未投胎之前都是這樣 想到誰就去到他旁邊了 不過根據佛典 或者佛所行讚 或者四雅行經 什麼叫做雅行經呢 這個經呢 其實是說佛祖說 知道自己做了三個月就要死了 於是叫做友仔 不可以記下這些東西 這些經是最原始的經典 四雅行經 後來就是南傳佛教 小聖佛教 寄了下來 是 是 叫做五雅行經 中文就叫做阿含 大聖叫阿含 小聖叫做雅行 這些經不管怎樣 他裏面記載佛說法 基本上五個地方 最初就是陸苑 跟著黃瀉城 跟著是嘉比羅惟 即是家鄉 第四個就是寧宙山 但最後死就是屈斯拿城 屈斯坦那那裏 他主要是這五個地方說 當然也不排除 他當時沿著行禾附近的道路 都去過 一些其他城 但記載比較少 所以佛的再細說法 跟著他們的歷史記載 其實主要都是恒河的 上游到中游一帶 屬於引渡現在比較少的地方 但不論是小還是大 他最後呢 因為時間差不多 他最後在哪裡呢 就在他入城道後 第四十四年二月十五號 就入了屈斯拿城 陀羅雙樹那裏 就跟那些人說最後一次發辣 那最後怎樣死的呢 就是現身有疾 又協而坐 就是這樣屈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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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畫的畫就是裂盆 裂盆相 這個裂盆相 又叫吉祥相 沒錯 現在看到我佛 這些我佛 全部都是以這個相 去整個佛像出來的 沒錯 我看過最大的在哪裏呢 在哪裏呢 在哪裏呢 在甘宿 在甘宿 張逸定酒 酒泉 酒泉我去過 不知道張逸定酒泉 反正就是中國最大的和佛寺寺 是當年西梁的時候建的 是嗎 我去過敦王 敦王我去見過和佛 但是佛是比較小的 第36棟 我見過那裏 我未見過你那裏 所以我那裏最大的 我都見過 我先見敦王 而是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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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處有沒有天龍拔布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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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有那裏佛經 佛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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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樣犇佛最爹 はい 四位天王在四面 東門 西門 北門 一道全鍵 我明白 你現在走到哲田正義進去都會見到 天皇殿左右 左邊兩個右邊兩個 所以佛教裡面 他的神的概念 就不是耶教的全能全知 做物主 什麼都是他作主 神要這樣 天意如此 天命不可為 沒有這件事 為自己行為負責 不過 剛才我們提到的那些 天龍八佈 鬼 人 非人等 這一群是有干擾的了 我聽清楚 干擾 在印度教某些神插進去 不僅如此簡單 我們剛剛學佛的人 就要切斷 任何中國寺廟不進去 其他教的寺廟不進去 任何不會莊香給其他人 就是 佛教是不莊香的 現在的人 我發覺傻又瘋狂又瘋狂又瘋狂 我真的想問一下 你們倆 你聽到的出處在哪裏 等一下再聽 你講吧 其實我們相信 根據考據有些著作 其實佛祖只是獻鮮花 水和清水 原始佛教 你看回四雅是不見到的 為什麼呢 佛祖是反對婆羅門教 去用火祭 獻生 殺了羊 殺了豬 殺了狗 就是血祭 夜教叫梵祭 沒錯 當年佛陀出來的時候 是反對這種血祭 因為反對殺生 我知道跟香料有什麼關係 因為佛羅門教是殺了之後燒了它 為什麼要燒呢 因為要燒香料 為什麼要燒呢 又有一個原因 因為我的版本跟你那個相差很遠 所以我很好奇 你的版本不是不對 但未必要燒香 不是說一定不給燒香 是未必要燒香 燒香會城的習慣 還會說原因 你閒定的時候 或者寺廟裏面 如果你燒了壇香或香木 你打坐起來的心境又不一樣 他是供奉一個報師 而你那個一定是這樣說 但這個是後期發展出來的 原始佛教沒有這些 原始佛教教是一種宗教的 對 何時廢話 為甚麼 他說神不會用肉體 也有看到的體形 不會的 是靈 所以他只能用一些 不是實體的工逢 那麽是煙 那麽就是煙 或者香味,以無形供奉無形,以靈供奉靈,所以真正的原子佛教是未必要消香 因為我的版本是甚麼呢?中國佛教是介定真香或是介定胃,是甚麼意思呢?偷過慈戒,得到智慧 至今就是法,法最重要 我的版本是西藏佛教那邊,連花生大使 如果聽眾覺得這集佛教好聽的話,想再Encore,香港版本 原文應該讀Encore,你們就留言,我們想再聽 那下次再說,信眾要求,如果不是很悶,麻煩你轉題,OK,沒問題,你要求就行了 這個西藏佛教的興起是有在印度的蓮花生大使 他帶進去的,他帶進去的時候,他建了寺廟,他建了桑椰子,我沒有記錯 日頭起阿里路尾,晚上就被人拆的,朝行晚拆 被本教的鬼神拆 呸呸睡醒就覺得不見了,這樣 然後他後來一看就覺得阿里班的混蛋 原來是有12個妖女,西藏的地形就是12個妖女 每人插著一隻角,睡在那裡,啞著他 還有很多鬼神,因為本教他們是很恐怖的魔術 連我爸爸的洋人,我爸爸都說你不要去西藏,很危險 很多血濟的那裏,還有一定要殺人的 你本教的修行人,每世人一定要殺一個人 找一個骷顱頭,我是喝酒的 這裡都是事小的,西藏都有,但是不同的東西來的 這個一講到本教就有大堆說 有機會我本教就可以 連回新大使就說,我原來那些豆釘 連回新大使就說,原來那些豆釘 連回新大使就說,起有次利外 將他們打為灰準 他就叫弟子集合了很多香木 然後就燒,加了珠寶,布料,食物 派給他們,即是釋出善意 用這個外交手段,就化乾乾淨為玉白 然後當他們發現,哇,這麼慈悲 歸依了我佛,西藏佛教因此興成 下一集再興成 這個是藏傳佛教的版本 我們那個原始佛教版本 遲些就說,我們漢地佛教怎麼這麼喜歡燒響 有人先要求,信眾要求我們來玩,好嗎 拜拜